在洛杉磯拍片的第三天傍晚 我們走進會場附近的一家小餐館 點了一個超大份的三片煎餅 和一杯水一樣稀 屎一樣爛的熱咖啡 The Original Pantry Cafe 是一家從1924年就開業的洛杉磯小餐館 最傳奇的就是它全年無休 24小時營業 據說過去近百年來 爐火沒有一分鐘停過 這裡提供鬆餅、漢堡、牛排 是美國經典飲食的原點 有些人認為美國的飲食代表就是漢堡與薯條 不過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這杯口味很淡 特色也不明顯的熱咖啡 更能代表這種小餐館的文化 義大利人常常在午後走進街邊的點心店或咖啡廳 點一杯濃厚的Espresso 站著喝完就繼續上路 品嘗咖啡的酸醋與苦甜 是一種日常 也是一種文化 但是在美國 咖啡其實是一種服務 辦公室全年提供的免費福利 或者餐廳裡可以無限續杯的飲品 飲品,我喜歡 我知道,很棒吧 也就是今天你在星巴克或其他義式咖啡廳菜單上會看到的美式咖啡 在洛杉磯拍片的六天裡 我幾乎每天早上都到這家 有一個韓國年輕人經營的小咖啡廳吃早餐 他就在我住處步行大約五分鐘的距離 東西意料之外的好吃 提供那種非常心派 強調健康與全食風格的料理 也有很好的義式咖啡 和The Original Pantry Cafe那種粗獷的美式風格 可以說是光譜的兩端 老闆很親切 不但給我旅遊建議 也有溫暖卻又不愉悅界限的虛寒溫暖 讓人覺得舒服 像是自家附近已經去了幾百次的老店 他就是攝影師 然後他先去E3 你今天早上想吃什麼 你想吃不一樣的東西嗎 好 我查一下 其實我吃跟昨天一樣也沒關係啦 你想去同一家你就說 這是洛杉磯拍片的最後一天 雖然我喜歡嘗試新東西 但是人在異鄉 還是希望一天可以從一個熟悉而舒服的地方開始 我們吃完早餐就前往機場 美式咖啡 歐洲人常常取笑他的品味低俗 因為沒有個性 風味平庸 但他的存在就像是在老家裡積累20年的氣味 不論好與壞 就是令你可以舒服的放下心來 回到台北的這天下著輕盆大雨 像是臉盆倒水那樣的濕 像是大便一樣爛的天氣 像是回到家的感覺 我一直都覺得台北市最接近這種美式小餐館風格的地方 就是Dane Ryan's 不過2016年的某日 他因為租約到期後 就不知下落何方 Dane Ryan's提供好吃的三片煎餅 與汗水一樣吸 汗屎一樣爛的咖啡 OK